有一個苗柱的青年 從大山裡走出來的 這些大山 這些大水 就是它從童年到成長的整個過程 母親是一位織布的婦女 從織布 染布 到做衣服 甚至刺繡 都是一個人做完 隨著長大 他也去了城市 來到了像成都這樣的一座大城市 在這裡生活 他做過很多的工作 有一天 他覺得不應該在城市裡再待下去 想起了自己的家鄉 想起自己是從山裡走出來的 然後他又走又出去 從四川出發 往西藏 新疆 甘肅 臨下 雲南 他在15年的行走中國的過程當中 看到了大山 看到了大水 看到了萬物 最後他又走回了貴州 走回了自己的家鄉 到了苗寨 看到自己的阿媽 還有阿姨們 他覺得自己應該做一件事情 就像他的母親一樣 他相信每一株植物都是有林的 他做的是植物染 只是他選擇了染布這一個事情而已 做一個簡簡單單的手藝人 我就是那個染布的人 寒酸 這個花是可以染紅色的 天藍色一點 偏的是紫藍色 它的藍是有點偏青年色 可以染出春天的粉紅色 最早的行走是因為 簡單的說是因為無聊 我們有了文明之後 我們開始建立城市 開始建立城市 但是呢 我們不斷地 快速地行走 忘記了我們是從哪裡來的 人情關係 淡薄 它一定是一個警鐘 物質主義就是人 遠離自然最核心的東西之一 文明達到一定的高度 必想走向 毀滅 我們祖先從吃油的時代開始 就開始染布 我們的祖先在大山裡生活 所以我們要回到大山 或者是田園裡 因為這個是我們 最親近自然的一種方式 染布其實很簡單 就意味著生活 賴索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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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條 一條 我們 放開 一條 感谢观看